由台东天后宫于2月8号、9号两天 主办的元宵传统神明绕境祈福活动 2月1号上午在该宫会议室 办理抽签、领取号码牌及灭火器 今年的元宵活动 是有我们举办两天 两天我们在这两天第二天开始进庙 他说这次报名有五十堆 所以我们今年的元宵也是蛮热闹的 因为在尽量在第二天晚上 能够在议定的时间 规定的时间在晚上12点以前要结束 这是我们很希望的 因为以前所计判的时间都拖得很大 有的地方都不能进来 这次十五十堆 可能希望大家可以尽照规定 不要只能表演和照顾 应用到地方的进行 希望国家庭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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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庭 在抽籤的时候 一堆都 精神一支 要消灭火器 这是我们 这次会特别的 希望大家 能准备这样 不要发生事情 要保障有这个灭火器 为了安全起源 我们都精神 由我们本庄提供 县府包括民政处 卫生局 环保局 消防局及保桑派出所 都有派员前往宣导 保桑所强调 中华路及正气路 禁止设立临时摊 其余路段如需设立 需提前向警方申请 民政处则表示 县府补助参加队伍2万元的部分 请于2月5号前提出申请 台中所在综合报导